这就是我的武魂 你可以叫他罗三炮 也可以直接叫他三炮 一群十几小狼也敢来骚扰 有毒物 放屁如大雷 红天烈地罗三炮 快跑 三炮 挡他一下 小子 太好了 魂魂有着陆了 您不会是说这条蛇吧 好霸道的力量 老师 您怎么了 刘月 七化 犯�D 老师怎么会中毒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 您醒了 感觉怎么样 水 小三 我还活着 老师 您活得很好 是你救了我吧 爸爸教过我简单处理毒伤的方法 我看您昏迷了 想着试一下 死马当活马医吗 没大没小的 有说老师是马的吗 要是 您刚醒 身体还是很虚弱 先休息一下 我给您热点肉汤 等等 小三 你成功了吗 人性如何 魂迹是什么 老师 您看 五十米内任何位置 我都能发动攻击 缠绕 控制系环石的特点 任性也够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还附带曼陀罗蛇的毒性 老师 您说得不错 不过 只附带了曼陀罗蛇的麻痹 毒性并不致命 那也足够了 缠绕加麻痹的组合 除非敌人比你多上两个混缓 否则 想一下阵破这缠绕 经营是不可能的 我们抓紧时间回学院 老师 您的伤 不碍事 老师 您最近就不要太劳累了 有什么事 直接吩咐我就行了 没想到这次还能死里逃生 我的身体恢复没关系 但你的修炼不能间断 你把书架上第三排左数第二本书拿过来 这书你收着 书上记载着我对魂力修炼的一些研究 你先照着做 另外 你现在就去诺丁城的五魂殿注册 之后每个月都能领到魂师补贴 也就不用再做攻读生了 您先休息 我现在就去 刚好下课 去找下小五好了 听说攻读生要和小老大开战了 真的 真的 走 小老大你怕了 怕了以后就做我的小弟 我会怕 你以为我是谁啊 皇上 你们公毒生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居然找这么一个小丫头来向我挑战 别废话了 你说怎么打发 听说你的武魂是兔子 既然你要找死 我也不介意多一只宠物兔子 放心 我不会欺负你们 你们只有十个人 我们就出十个人 轮流出场 胜者便可继续与下一个对手交战 直到其中一方都被打败 小五姐 那就来吧 你们谁第一个上 小丫头 就算你一个人再抢 其他都是些废物 车轮战后也耗死你 小五姐 让我先上吧 行吗 去吧 手下败将 王胜 今天不把你打趴下 我就不姓柳 好 哼 那你要是输了 以后就叫残花败流好了 要有余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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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rades 叻 啊 王胜还是太冲动了 正面对抗 他无法近身 只有近身 他才有可能战胜对手 小三 你回来了 干什么 又想说我冲动 你做得对 我们攻毒生 也不能总是被人欺负 不过 你怎么也应该等我回来 等什么等 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人家都欺负上门了 那个叫萧什么老大的臭小子 说让我做他的宠物兔 我要是能忍 我就不叫小五 你怎么回来 我赢了 我赢了 残花败柳果然是残花败柳 萧老大 你怎么说 第一场 算我们输了 林峰 你上 王胜你回来吧 这场让小三上 嗯 请 这 这什么情况 下一个 怎么样小老大 服不服 我们唐三可连魂力都没用呢 你们认输算了 省得受皮肉之苦 小晨宇 六年级学员 五魂 狼 十一级一环战魂师 唐三 一年级攻读生 五魂蓝银草 什么 蓝银草 蓝银草 一环弃魂师 百年红环 这 怎么可能 一年级就修修修修了魂师 老大 废了他 不过是一个蓝银草 魂魂厉害的让这什么 笨蛋 闭嘴 这小子什么背景 第一魂魂就是百年魂魂 难道是哪个大家族的 看他腰带不像是公读生能佩戴的棋的呀 诶 你真的是公读生 嗯 动手吧 那你小心呐 呦 刹 硬碰硬 来吧 跟老大的狼爪硬碰硬 你真是招 这小子当真要跟我硬碰硬 要是把他手掌捏碎了 他背后的人会不会 好硬 糟糕 我还有事 就这样结束吧 蓝银草 蝉料 老大 这小子是人吗 还是人吗 这是什么 不用试了 你不可能挣脱的 我的蓝银草有曼陀罗蛇的坚韧 当然也有曼陀罗蛇的一点毒性 如果你觉得还有在战之力的话 我不介意让你品尝一下 别别 我认输了 有 小小的认输了 三个人赢了 既然你已经认输了 就按之前和小五约定的办吧 那我应该认你当老大 还是认他 当然是小五了 我打不过他 否则七社的社长就是我了 小三 表现不错 辛苦了 我有事先走了 剩下的事你自己搞定吧 以后你可是学院的大姐大了 去吧 怎么 你还不服气 好吧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小五 一年级攻读生 五魂兔 十二级 一魂战魂式 什么 小五 小五姐 我服了 以后你就是咱们诺丁学院的大姐大 过来 见过小五姐 见过小五姐 就见过小五姐 你不是有事吗 怎么还不走 就允许你是献天满魂力 我就不行吗 小五 原来你真的是个兔子 什么嘛 我要生气了 玄天宫的修炼终于解决了 魂环也有了 老师说过 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宗门 不知道将来 有没有机会在这个异界大陆 建立一个新的唐门 站住 小朋友 这里是武魂殿 不能乱闯 您好 我是来评测武魂的 进去吧 一层接待区找马修诺大师 好好好 是 苏云涛先生 您好 他就是我跟您提过的那个 先天满魂力 武魂却是蓝蝇草的孩子 云涛 你确定这个孩子 是来进阶鉴定 不是武魂觉醒 这孩子的武魂就是我觉醒的 就是他呀 就是他 麻烦您帮他鉴定一下吧 我还有事 得出去一趟 唐三 马修诺大师会带你鉴定 大师再见 我先走了 小唐三 跟我来吧 麻烦您了 马修诺大师 不用叫我大师 我可算不上什么大师 好的 马修诺爷爷 小朋友 这里危险 快出去 沈门老师 还有多久才到你家啊 快了 我家很穷 没什么能招待你的 我会很乖的 但愿如此 小三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